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运动赛事都选在台东举行 如冲浪、路跑、自行车等等的比赛 也带起了台东的运动风气 而其中最多人想应的路跑活动 参与的门槛不高 即便是普通民众也都能够轻松的同乐 而新手如果想要参加比赛 装备要怎么选呢 接下来就让运动防护的专家来教教您 台东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近年来吸引越来越多的运动赛事前来台东举办 不论是自行车、冲浪、路跑等活动 都受到了民众们的喜爱 同时也提升了当地的运动风气 其中路跑运动的门槛最低 让乡亲朋友们看了都想跃跃欲试 而作为新手想要步入路跑赛事 自身的装备该怎么挑选呢 接下来就让在地从事运动防护 具有多年经验的专家来教你吧 其实跑鞋选鞋有几个重要的 第一个是鞋跟要稳 因为我们会扭到的都是鞋跟不稳 没有在正中位置 第二个就是它的直跟距要对 就是我们大拇指弯曲的地方 要跟鞋子可以弯的地方是一样的 鞋的宽度要够 就是不要太窄 不要穿那种尖头鞋 那我们台湾的话 就是像亚洲人的脚型 通常都比较宽 所以有些鞋子他们有出所谓宽头的 什么2W 4W那种 所以很重要就是要适合你的脚型 所以选鞋子一定要到现场去穿 不要在网路上看便宜就买了 或者看人家推荐红的鞋子就选 一定要到现场试穿这样子 然后通常会建议就是在下午的时候试穿 因为我们早上脚还是刚睡醒嘛 然后可能会比较小一点 然后下午这样走一整天 下午脚会比较大一点的 这时候选的鞋子会比较刚好 你在跑步的过程中所需要的鞋子 民众们要进行路跑活动 跑鞋最为重要 而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 就是袜子了 平常穿布鞋球鞋 没有穿袜子的话就会很难受 更何况是路跑 好好的选一双袜子会让路跑的过程更舒适 那选鞋不是选鞋而已 选鞋要配袜 选鞋要配适合的袜子 袜子有厚的跟薄的 那袜子的功能性现在也越来越多种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所谓的压力裤啊 压力袜这些的 它有一种是袜子 它里面有足弓的支撑力 那当然也要适合你的鞋子 又适合你的脚型 所以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 到店里去认真的去选 好适合你的鞋子 才可以跑得健康跑得好 了解了怎么挑选跑鞋来参与路跑活动 最后还是要亲自到运动用品店试一试 毕竟每个人的脚型和运动习惯都不尽相同 记得在下午或晚上的时间 亲自试穿跑鞋 并搭配合适自己的袜子 不仅提升了舒适度与支撑性 也能够让自己充分地享受路跑运动 记转其轮 塔东市报道